昨晚十点,南宁市公安局民警对朝阳西周边展开了一个社会治安综合整治行动 在整治的过程当中,有一名站街女士自个儿爬到了树上 在这儿,我要给这个女子打一个双引号 这为什么呢?她难道不是女的吗? 你接着看就明白了 晚上十点,南宁市公安局新宁分局出动了50多名警力 整治过程中,民警发现,有人正在街边招客拉嫖和从事非法卖营活动 民警随即对其进行抓捕 就在警方进行抓捕的时候,一名长发浓装,身穿着丝袜和短裙的女子爬上朝阳沟围杆后的大树上 因为担心这名女子从高处掉下,民警们在树下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劝说 最后,等到这名女子从树上下来,民警们这才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 因为我去抓的时候,有一个抓的时候,那个手臂非常非常粗,很有力,我感觉是难的 然后呢? 我后面我一看,当然有个猴杰,他们回来检查,这个是难的 这一次整治行动,警方共抓获违法嫌疑人33名 其中涉嫌卖淫淫嫖娃娃违法嫌疑人4名,两男两女 涉嫌战机拉克招嫖违法嫌疑人29名,女性嫌疑人19名,男性嫌疑人14名 这其中还包括女扮男装的三名嫌疑人 我昨天给你把他学习了 我怎么叫把他做磨,看清楚